歡迎收聽輕鬆電台Chellas Radio FM96.9 天空的維他命C 這裡是台日哈什麼哈 由於動 既然何部分大台北地區都可以聽到 或者是手機下載Hi Channel App 或者是請訂閱我們的台日哈什麼哈的YouTube頻道 那麼也請follow我們的臉書還有IG 繼續投稿我們的Johnny's阿露阿露 我們現在也有AKB阿露阿露 歡迎大家來投稿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妮妮 那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禮拜二的可愛的七七 大家好我是七七 然後右手邊是那邊 哈囉我是那邊 又到了禮拜二的晚上了大家好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跟大家聊聊那個日本日系的彩妝 那首先我們要先進入第一個階段 AKB阿露阿露 其實妳最近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對啊大小事 最近我發現一個很蠻嚴重的問題 嚴重 因為我上週不是生日嗎 對啊發現體重變重了 很嚴重喔 在24歲這個時間點突然發現 因為就是狂吃蛋糕嘛 誒妳要慶祝生日就不要管了 妳就吃嘛 妳就吃 我的粉絲也說生日不用管 妳就吃 連有粉絲都跟我說妳不用過那麼可憐 不要再吃生菜沙拉了 妳就吃吧沒關係的 然後我就發現體重變重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有個問題 妳真的平常都吃生菜沙拉嗎 其實我其實是蠻喜歡吃生菜沙拉的 所以可能別人會覺得妳怎麼吃了什麼什麼之類的 是因為公司規定嗎 沒有沒有沒有 妳自己想要這樣吃 那妳的團員有沒有就是很不克制的 大爆料 也是有的啦 不好說這樣說 可能是天生立直就是吃不胖 好羨慕喔 像上次就是首播來賓 我不是跟品寒還有肉肉嗎 品寒就是個吃不胖的人 好羨慕喔 所以他就可以放開吃 放超開 而且他還是很瘦欸 他超級瘦 對啊 很像會被風吹走那一段 我們去那個我們拍三丹的時候去那個高美師弟 那他就是一直抓住別人因為風太大了 雖然那個風真的都很大 但是我還是有點算撐得住 但他真的會被吹下去 他馬上會變成品寒風箏 對對對對對 就是牽條線他就可以這樣拉兩下就往上飛 真的我覺得他可以耶 他一定可以 真的可以 這就是我最近最可怕的境況 對啊很可怕 可是應該一下子就可以回來吧 我覺得就是一段時間吃很開心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宣洩吧 釋放壓力的感覺 而且24歲應該很快啦 那個基礎代謝率 新陳代謝速度很快 聽說過是不是過25就 沒有沒有沒有30 而且我之前有聽說過那個基礎代謝率 只要你有持續的運動 你的肌肉量夠的話 其實跟年齡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好像有聽說因為他基礎代謝率是看你的肌肉 總量是多少 然後你就會消耗的大卡數 就是那種你躺著不做吃就可以消耗的基本熱量 像我們走路什麼的話 那好像是另外算的 另外算 所以要新陳代謝 對啊年紀有關係 但是自己的肌肉也有關係 所以運動維持很重要 聽到了沒有 好 怎麼那麼突然 我們一起去運動 一起加油 那首先我們要來分享一下我們有朋友投稿耶 太感謝了 這是來自陳嗎 然後有一個小老鼠A 陳小老鼠 他要告白 他說AKB48 Team TP的第一張單曲勇往直前的MV 看到了帥M帥麥的C位 就是我們的七七耶 對啊他問了朋友說 我就認識了七七這樣子 順帶了解到拍MV的心酸血淚 然後一單身寫第一張又是七七 就推到現在了 是一種命中注定的感覺 然後他的後面那個注釋是什麼 本命就是AKB48集團 女生都這麼可愛很難失選一歌 我要提問滴滴是什麼意思 滴滴就是沒有特定單推誰 我都喜歡 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這叫滴滴 為什麼叫滴滴啊 他好像有個詞 應該是有個詞啦 我們下個階段跟大家聊 好我們等一下查一下 我們查一下馬上查給大家 然後妳要不要分享一下勇往直前MV的心酸史 這個因為其實那時候好像有種流感疫情那個時候開始 對然後就還蠻容易感冒的 然後再跟我同房就是我住在宿舍 然後是我對肩的那個我們一個團員叫顯迪奇 然後他就是有就是得了流感這樣子 然後就有點怕我感冒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是到了要去阿里山的山上路上 都覺得自己有點暈暈的 我不知道是暈車還是什麼了 反正就到了之後 我們在裝髮的時候就開始覺得超級不舒服 然後就發現我自己發燒了 其實好像燒到39 40很高很高的 可是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是 我晚上發燒中午就退燒了 晚上發燒隔天的中午就退燒 就是我工作的時間就直接退燒 然後我不工作之後放飯的時候我就發燒了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我自己也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中午的時候再去量體溫 是正常的體溫 就能36 37這樣命中注定 我想說該不會我就是有什麼三神的眷顧 應該是 阿里山三神的眷顧 應該是耶 可能可能 有小精靈在旁邊保護你這樣 我很開心這件事情 可是雖然就是蠻辛苦的 而且中午阿里山的太陽真是超級大的 就是你風吹很冷 可是你頭很曬 因為我記得你們那個是在山頂 最頂端的地方 而且都沒有什麼遮蔽物對不對 結果就是拍完MV的下個禮拜 大家的頭皮都開始薄羅 晒到脫皮 頭皮又不能防曬 而且我們還完全不知道頭皮需要防曬 所以一般人應該不會知道 都不會知道 然後我們拍二單的MV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姊姊幫我噴防曬在這邊 學過一次教訓了 這種就要用噴防曬 真的會曬傷然後脫皮耶 真的真的會 真的會 最好笑的打招呼方式是說你今天脫皮了嗎 對啊有一點點 謝謝 好辛苦 這是少女們的日常嗎 認真工作的少女們 三本彩 彩姐 彩姐 她畢業之後的第一張單曲 一輪草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聽這首歌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